大家好我是蜂蜡 今天買了50塊錢的蝦菇 有的地方叫皮皮蝦 趁它現在還沒有轉嫁 可以買來分享一道好吃的家傳套 先倒入清水淘洗乾淨 因為這個皮皮蝦特別的紮實 所以朋友們千萬不要用手去清洗它 如果家裡面有手套的話就戴手套 現在處理一下蝦菇 把蝦菇的頭剪掉 然後挨著身子 剪到尾部 這樣剪一圈 朋友們吃頭尾的話不要倒掉 等一下我們還有用 主要是這樣處理的話 等一下小孩子在吃的時候也比較方便 因為對於小孩子來說 剝這個殼真的是太困難了 準備一小塊5塊肉切小塊 準備一根白蘿蔔削皮 準備一根白蘿蔔削皮 今年的白蘿蔔才5毛錢一斤 真的超級便宜 這道菜只需要半個蘿蔔 然後切滾到塊 準備幾根蔥白切小段 將切片 一根蒜苗蒜來蒜綠分開 蒜苗切小段備用 直接把蝦頭蝦尾倒入鍋中 倒入一小碗清水 加入薑片大火煮開 炸開後轉小火 再煮5分鐘 把它的味道全部煮出來 我們把這些蝦頭蝦尾撈起來不要 加一小勺鹽 一小勺白糖 適量的白胡椒粉 一勺生抽 一勺蠔油 然後開大火煮一分鐘 把湯汁過濾出來備用 真的不是我誇張 我是把這個丟掉吧 結果我老公就覺得這裡面有肉 本來就很多肉 你看錢是這麼大 砂鍋裡倒少許食用油 加入五花肉給吃油脂 炒出油脂鍋後下入蔥椒蒜 油一切料酒去酥 一定要把這些料途的香味全部炒出來 炒香後下入白蘿蔔 朋友們把這個白蘿蔔一定要炒到五六成熟 因為等一下蝦菇下去的話烹飪的時間就太短了 現在是炒了六分鐘的狀態 像這樣子五六成熟就可以了 轉小火 然後擺上蝦菇 把湯汁倒入砂鍋裡面 把湯汁倒入砂鍋裡面 燒開後轉中小火煮四分鐘 今天去洋講怎麼樣 國旗下講話 很好 它非常的順利 非常的順利 那超級好是不是 對 那我講給你聽吧 幹嘛 我去拿話筒 話筒 這個是話筒嗎 對呀 講中這個是話筒 講中這個是話筒 立東時節到 冬天就來到 小朋友們要進了 混身保健不能少 戶外活動情況一 出寒風吹亦感冒 不修蓋好小肩膀 自我保護很重要 室內空風空氣炭 主要雨水不能忘 空氣幾滴亦倉房 加強鍛鍊來抵抗 不挑食 全營養好好吃 反身體棒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均勻的撒上蒜苗 然後蓋子蓋子再煮30秒 讓蒜苗的香氣全部煮出來 就可以開吃了 一道滿屋飄香的皮皮蝦蘿蔔堡 就做好了 不太好吃 我一道不太好吃 菜蒜苗 菜蒜苗 什麼時候才能說三個字 柏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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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柏柏 對 那邊那個是柏柏 妈妈 弟弟每次来接我下学的时候 然后他一直说背书包 背书包 对 我就让给他了 晚上我经常是自己煮面条来吃 超级好吃 是算太爱吃面条了 感觉都改不了这个习惯 没有 被你喝出了汤的感觉